面粉机可以按不同的要求分为不同类别 主要有一下几种分法 按面粉机台数的多少 可以分为单台面粉机 双台面粉机和多台面粉机 按面粉机体积的大小 可以分为小型面粉机 中型面粉机组和大型面粉机组 按面粉机技术的先进 可以分为传统面粉机和现代面粉机 传统面粉机包括石膜面粉机和传统的钢膜面粉机 这种面粉机在加工小麦时 研磨过的皮芯混合物并没有分开 而是直接再进行研磨 这样就造成了面粉比较黑 现代面粉机是在加工小麦时 研磨过的皮芯混合物通过 圆筛的过滤分离 姜皮与芯分开 然后在姜皮核心分开进行研磨 这样磨出的面粉比较白